近期 香港各行各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 电影业也不例外 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天启文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受到疫情 政府限聚令及投资减少的影响 从2020年初至今 香港电影圈只开拍了几部电影 而2019年则有53部电影完成拍摄 他称 香港电影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海啸 业界受到的损失不可估量 他担心会有八成以上的电影基层人员流失 香港电影再无希望 金像奖主办方也已经破天荒地宣布将两年合并成一届 第40届颁奖典礼延至2022年举行 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社会运动就已经看到 我们的制作量和拍的题材已经在约束 我们的制作是少了 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大一件事 但是你再加上新冠肺炎 基本上就是海啸 是海啸 直到没有 如果你不是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或者有一定的基础 譬如是如果你会早点醒一点的 你就自己稳定 譬如我入定电视台 或者我去稳定 我早点 或者我翻回内地发展 那都可以 雪上加霜 将我们整个行业的基层 而我最担心的就是 当这些人 他们一走了之后 但是也都没办法 他没得不走 疫情爆发后 没戏可拍 戏院停业 香港电影圈的工作人员 也出现转行现象 田启文表示 有的灯光师转行做保安 有的副导演转做地盘散工 他称他从影41年 即使算上非典时期 他也没这么害怕过 我以往的担心 和今时今日的担心 是很大的差别 因为那个原因是 我看不到出路 这个出路不是说 我个人的问题 我是看行业的出路 因为我们本身香港的电影 我们是个竞争力 我是在想我们整个香港的电影 他们会不会是一下子 没有了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而香港知名导演高智森表示 他的公司2020年 本来有两部电影要拍 合约已签 但都因疫情推迟了 虽然自己公司受到疫情影响 还不算大 但是他听闻了很多同业者 转行送外卖 开出租车的故事 感觉非常心酸 我听到很多故事 很多人都转行 很多人去做送外卖 很多人去抓Wubber 我听到我不开心的 我有时候我坐的士 我会看到一两个行家 他们会做散工 就是抓的士 就不是说抓的士有什么问题 大家都要生存 但是我们一生的技能 是电影 我们接下来也希望用电影这个媒介 可以繼續發揮我們的工作 或者作為我們賺食的一個行業 一個職業 天喜文認為 香港電影面臨結構性困局 因為香港本土市場太小 不足以收回投資成本 因為這些中層的戲你收不回 為什麼剩下幾百萬的戲 幾百萬還有一個機會 但是我們一個800萬的投資 我們就收不回 計不到數 一計不到數的時候 投資者就自然不投資 不投資工作人員想開工都沒有機會 香港曾經有東方好萊塢之城 電影業是香港社會值得驕傲的特色產業 但是如今面臨衰落局面 天喜文和高智森君表示 業界應該多想辦法解決此困境 最好的出路是推動香港電影 向香港以外的市場發展 所以我們要不斷想一個持續性的 去令到行業不斷溫住 下一步的 再大一點的 當然希望有更加大的理想 哦 是不是有大灣區啊 我們已經積極去思考 如何將香港電影轉型 轉型成為中國電影的一部分 於是我們就可以在十幾億人口的市場裡面去思考 去生存 就是我們要將我們的電影事業 變成是大灣區電影的重要構成部分 甚至成為主要的力量 甚至成為主要的力量 字幕提供和諸葛 MING PAO TORONTO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